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7月8日 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呢 我想接着跟大家聊关于香港最近发生的这些个事情 这些事情呢 我最近就在想啊 其实一直都在想 就是这个民主呢 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 就是民主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 到底什么是民主 对吧 到底什么是民主 到底什么是独裁 所谓的独裁呢 就是一个人说了算 中国的古代 皇帝的时代 历朝历代 皇帝说了算 那就是独裁 那现在中国是独裁吗 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吗 甚至于说 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的这一个团体 他们能够完全说了算吗 其实都不能 对吧 王岐山为什么说他现在还留在领导岗位上 有一种说法就是 他因为反腐败 因为打击了很多人 因为得罪了很多人 因为他和习近平联合搞的这个反腐败 习近平呢 就想保他 就不想让他完全失去这个权力 而会遭到有些人的迫害 所以呢 让他还留在领导岗位上 我想这个是有道理的 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但是呢 中国的腐败仍然是有的 因为中国的腐败呢 太严重了 太普遍了 他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打击完的 有些人说 习近平的反腐败是选择性的 有可能他这个选择性是没有办法的 他可以一下子圈打完吗 肯定不行 肯定有很大的阻力 对吧 所以说习近平这个绝不能叫做独裁 肯定不是独裁 他也是一个民主 再说了 中国也是有选举的好不好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是选举的 全国人大也是选举的呀 有的人说 我永远都没有选举权 我在中国就没有选举权 我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就讲了一些关于选举 最近呢 我又跟国内的人在探讨这个 国内就跟我说 在国内那个居委会啊 现如今的居委会已经和以前的居委会不一样了 现在的居委会呢 等于说是差不多相当于一级政府了 跟以前的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差不多了 权力还是挺大的 好多居委会的成员啊 已经不是老头老太太了 现在都是大学生 毕业以后呢 在居委会当居委会主任啊 或者当什么 在居委会反正是 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其中他们起到了一个作用呢 他就会去采取各种的办法 让人们去投票 让人们去选举 所以有的人说 他的选举的权力 他投票的权力被剥夺了 这点是不对的 我认为 如果是有人这样说的话呢 我就觉得他会被居委会漏网吗 我认为不会 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睁眼说瞎话 中国的选举也是有的 中国也是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民主制度 中国的全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的体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是这么一个国家 是由人民来专政的 人民说了算 从理论上说 从理论上说 从法律上说 是人民说了算的 人们肯定说 开什么玩笑 我们人民能说了什么算呀 那你看看西方国家吧 人民说了什么算 我移民加拿大到今年已经19年了 19年了 快20年了 我在中国 我大学毕业以后踏上社会 我只不过是毕业以后才12年 我大学毕业以后踏上社会 12年来到加拿大的 我对中国的一个认识是12年 而我对加拿大的认识 已经快20年了 可是加拿大政府有很多东西 我也是不喜欢的 但是我也是无奈的 能起一个什么作用了 外星 你就是在选举的时候你投一票 跟中国有啥区别 对吧 我投一票 是 我投的是直接就决定了 谁能当这个总理 加拿大的总理 美国叫总统 但是你有选择吗 加拿大有三个选择 有三个大的政党 他们轮流上台 而美国只有两个 你有选择吗 美国只在这两个当中选 加拿大在三个当中选 对吧 中国是没有直接选 选的是你那个区的人大代表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选完了以后 他们怎么干 我们也决定不了 说你在西方也可以抗议 对吧 你抗议有啥用啊 游行示威有啥用啊 我跟大家都介绍了 对吧 如果你在加拿大 游行示威的话 你只能说 你在某一个地方 对吧 你跟那儿举一牌子 你不嫌累 你就喊口号 完了以后也没用的 你不可能有像香港这样的 打呀砸呀 对吧 你不可能有 因为警察很厉害 加拿大的警察 美国的警察 非常厉害 还让你打砸 早就给你抓起来了 我近两天 我还给大家介绍 加拿大那个法律 他不准你把脸遮起来的 你在脸上 画上颜色都不行 你还别说 你戴着那个面具 戴着口罩 把自己遮起来 那是不行的 那是犯罪的 我昨天还给大家讲 让大家猜 你如果是违反了的话 最高刑是多少 十年 国内的人呢 往往就是听宣传 说西方国家民主啊 然后人民都有投票权啊 有选举权 有卑选举权啊 你直接就决定了 谁是总统 谁不能当总统啊 就把这个想的呢 太完美了 只有当你出来以后呢 你才看到他各种的问题 通过香港 通过台湾这些年 中国大陆呢 越来越看出来了 这个民主 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 以前呢 我有点不理解 就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在那个电视台啊 各个电视台媒体 就广泛的报道 美国的选举 广泛的报道 这个台湾的选举 为什么呀 我就想 你不怕 就是这样宣传 他们的民主 你的人民眼馋吗 而事实上呢 只有当人民 越多的了解他们的民主 越对这个民主没有兴趣 一个国家的大的事情啊 不能用人民说了算 人民又不懂 他一定要有一个程序 你立法 对吧 这个逃犯法 该不该修改 怎么修改 他是有程序的 由那些个专业人士 由那些专家 来讨论这个法律 该不该通过 怎么能由人民来游行呢 人民又不懂 最简单的例子呢 就是英国现在 陷入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事 就是脱欧这件事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这个呢 他们就是听了人民了 脱欧 假如说那会儿政府说 不脱欧 那可能人民就会有情示威 对吧 就跟香港现在似的 就坚决要求脱欧 不脱欧就不行 英国不同的是呢 没有拒绝这个要求 直接就答应了这个脱欧 结果怎么样 脱欧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决定 现在就不上不下 都这么长时间了 已经证明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可是当初如果说拒绝脱欧呢 人们肯定是老游行 就说不脱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对吧 像这种事情呢 不能用人民来决定 人民又不懂 那香港的这件事情呢 逃犯条例这件事情呢 不能用人民来决定啊 得有那些个要的立法会干什么啊 对不对 得有专业人士 得有法律人士来讨论这个 而且呢还有程序什么 一读二读三读 很慎重的 由那些专业人士 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讨论这件事情 才能讨论出来一个 比较合理的 比较更好的一个法律 比较完善的 有效的一个法律 你人民就来游行示威说 哎我就干或者我就不干 这不科学啊 然后再说台湾 在2013年2014年 2014年的时候 那个太阳花运动 那太阳花运动也是啊 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马英九政府 和中国政府那会儿呢 就想搞经济 海峡两岸 就想大家一起来发展经济 谈了一个服务和贸易协议 这个协议呢 就是大陆呢 对台湾开放 台湾呢 给大陆开放 然后大家呢 一起来搞经济 把经济搞好 结果呢 台湾那些个学生就闹 不同意 不同意好了 那2014年到现在2019年 这五年的当中 台湾和大陆的发展 是明显的对比 对不对 现在大陆呢 已经发展成了一个 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从科技到经济 到军事 全方位的 让美国害怕 而台湾这五年呢 不仅没有发展 反而经济下降 很多 对不对 就没有搭上大陆经济发展的 这个快车 是什么造成的呀 是学生和群统 闹啊 闹啊 不干呢 造成的呀 然后香港呢 香港的经济发展 香港曾经是 亚洲四小龙之首 他为什么能成为 亚洲四小龙之首啊 原来就是因为 大陆那会儿是受制裁的 大陆的落后 成就了香港的发展 那会儿 大陆受西方国家的制裁 毛泽东和周恩来 想当年 为什么决定 建国的时候 不收香港 那会儿完全可以收香港的啊 我在前两天的视频 曾经讲过呀 在49年的4月的时候 国民党和共产党 在解放南京的时候 隔江对峙 后来共产党就决定呢 要跨江战役 来打国民党 所以在4月份的时候 就发了一个声明说 我们要跨江战役了 所以那些国外的 那些个商船也好 战船也好 你一律都要退出 你别在我的内核 如果是打着你的话 该不负责 结果英国呢 英国强大呀 英国觉得他自己强大呀 他牛叉啊 他觉得他在中国 就要继续保持 他以前的那些个权利呀 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舰船 开到了内核 开到了长江 并且还向解放军这边开炮 后来解放军这边就开炮 就把他给打伤了 他那个舰呢 叫紫石英号 对吧 就把他打伤了 然后就搁浅在那里 前两天我讲了 他们又调来了三个舰艇来支援 结果呢 解放军又把那三个舰艇给他打跑了 他们一看情势不妙 扭伤就跑了呀 害怕他们再把和那个紫石英号一样 给打趴在那里 他们就跑了 跑完了以后呢 英国就跟解放军呢 就谈判 谈判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呢 他也看大事不妙 然后呢 他们就跑掉了嘛 那次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之后他们英国就再也不敢打中国了 说那是49年的4月份 对吧 说那会儿一股作气 就把香港给收回来行不行啊 完全可以啊 因为共产党建立新的政府以后 以前签订的所有的不平等条约 一律都不承认啊 香港的那个割让也好 租赁也好 那些一概都不承认 完全可以 但是呢 毛泽东和周恩来 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就预见到了 如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呢 西方列强是一定要制裁中国的 一定要封锁中国的 所以呢 他们预见了留着香港作为一个窗口 事实证明他们这个决定相当的英明 后来建国之后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对吧 都是因为留了香港这么一个窗口 使得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还没有说完全死掉 还有一点一点的有所发展 但是呢 就发展很慢了 因为制裁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香港成为了一个自由港 所以呢 它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成为亚洲四小龙 可是 自从中国80年代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 香港的优势就越来越失去了 想当年深圳呢 只是一个小渔村而已啊 你看现在 现在深圳的这个经济和科技 比香港还要发达 这其中也与香港的这个民主体制有关 因为在97年啊 香港回归之后 香港人民就自己做主了 对吧 就实行民主体制 民主呢 就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也不是几个人说了算 对吧 人民说了算 那好吧 董建华那会儿呢 还是很有头脑的 董建华就跟马英九一样 就想和大陆联合 就搭上大陆发展的这个快车 一起发展经济 结果每一次董建华提出来一个策略 然后香港人民就反对 提出来一个策略 香港就反对 提出来一个策略 人民就反对 结果到最后 没有一项成型的 结果香港回归之后呢 这些年 眼看着大陆就是日新月异的发展 尤其是2006年 进入了WTO以后 大陆也不止着香港这个窗口了 你自己可以开窗口啊 开了深圳 开了广州 开了上海对吧 还有沿海的14个港口 我记得开放 就不止着香港了 就把香港人甩出去了 香港完全也没有搭上大陆发展的这个快车 其实大陆呢 很希望能把香港带起来 能把台湾带起来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们是民主的 就是这些愚蠢的民众 就是这些能闹的 往往这些能闹的都是愚蠢的 说有没有支持的肯定有 支持的声音就小 力量就小 然后那些反对的声音就大 就能够达到目的 他们起的就是一个破坏的作用 现在你看吧 对不对 你回头看看是不是就是破坏的作用 台湾成功的起到了破坏作用 香港成功的起到了破坏作用 结果台湾和香港全被大陆落下了呀 这民主是一个好事吗 难道 这很明摆的事 所以呢 大陆以前很多人 就是挺向往这个民主的 包括我本人在内 可是呢 越来越看清了 越来越看清了 不是什么好事 而共产党呢 也因为把中国大陆的经济搞得好 经济发展了 科技发展了 军事发展了 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有发言权了 对不对 然后圈粉 就圈中国人的粉也越来越多了 包括我本人在内 而且最近呢 我在海外这个媒体上 我还带起来一个寒媒现象 有些人不敢说呀 因为在海外呢 好像反对共产党的声音比较大一些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说 但是我就敢 我拥护共产党了 我就拥护共产党 说我以前没有拥护共产党 我反对共产党来着 没有关系啊 我改变主意了 现在啊 对吧 我还能永远演瞎呀 我跟你们似的 永远演瞎 对不对 你演瞎的时候可以说得过去 你演不瞎了 你还死咬着你以前的立场 那你就是心瞎了呀 你演瞎心瞎 那你这个人 就失去了生命力 你就这么较劲 迟早会被气死的 我经常说 好 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说的主题主要是 从香港走过的历程 从台湾走过的历程 还以英国脱欧为例 就说民主啊 不见得是一个什么好事 民主 有的时候呢 会让那些个糊涂人啊 取得了一个强势 取得了一个压过正义的 一个强势 而毁了一个社会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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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